大家都知道谢娜张杰是姐弟恋,但其实年龄差距不大,根据公布的两人的年龄来看,谢娜大张杰一岁半,不到两岁,这个差距在姐弟恋中,算是差距比较小的了。 但是,谢娜看起来却比张杰年轻,不知道是女人喜欢撒娇,被疼爱所以嫌小,还是谢娜爱笑开朗显得年轻可爱,还是女人保养有方,所以看起来比丈夫年轻,张杰和谢娜生下双胞胎女儿之后,也是幸福的升级当爸爸了。 为此,张杰也是一个月没工作的,陪谢娜坐月子,带娃享受难得的一家人的亲子时光。 张杰和谢娜这对,以前给人的印象,都是谢娜十分活泼搞怪,张杰非常沉默内向,张杰自己也承认,是个不爱表达的人,就连在感情上捅破窗户指的那个人也是谢娜。 而现在越来越开朗的张杰也是经常在微博上自刷张杰华语威王话题的,他的自恋也真的是越来越停不下来了,而粉丝们对张杰也很是包容了,就算是在面对如此自恋的张杰,粉丝们也都表示,不管现在他做出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惊讶了,所以张杰是彻底被谢娜带坏了吗? 哈哈哈哈,但是在向往的生活里,张杰谈到自己的女儿,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张杰温柔的比划,他喜欢我抱着他在肩膀上,他头靠着我这脖子,嘴就在我的肩膀上,我就这样拍拍他,一想起女儿在自己身上睡得很香,张杰就展露满脸幸福,大呼,向往的生活就是这样。 最近做完月子的谢娜也已经开始回到工作中,登上了快本的舞台,她在节目中透露两个女儿的名字叫跳跳,翘翘,而不是大家一开始为她取的杰克,那个,在节目中,谢娜更曝光了张杰在运期为她写的情信,记录了夫妻俩恩爱甜蜜的日常。 谢娜运期每一周的变化,张杰撒狗粮表示,看着你每天补起来的肚肚,我们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我一直觉得运期的女人,是最有韵味最幸福的样子。 不仅如此,作为张杰的粉丝都知道张杰是一位好男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个合格的丈夫,谢娜增夸赞张杰每天早上会做早餐,而且十分美味,张杰也曾在快本的舞台,展示过自己的厨艺,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张杰就完成了煎冰以及面包涂抹果酱。 谢娜起床,就可以享受到这么美味的早餐也是十分幸福了。